那股本证券有些什么呢? 刚才说过了 普通股、优先股、股本权证、可换股票据、公司的扣股权、交易所的买卖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和结购性产品都是一些股本证券来的 那什么叫做混合证券呢? 混合证券就是一些有股本证券特色和其他类别证券特色的一些特色的投资工具 比如优先股、可换股票据和股票挂勾票据 比如优先股有股票和债券的特色 那我们都可以叫它做一种特种的股票 那可换股票据其实就是一种债券 这种债券是可以变成普通股的 所以它都是一种特种的混合证券 那股票挂勾票据ELI 其实它都是一个债券和证券的混合体 一个衍生工具 所以我们都可以算它是一个混合证券 OK? 那我们首先讲一讲普通股和优先股 有什么分别呢? 记住普通股就有投票权 可以参与股东大会 OK? 而优先股呢 就不可以参加股东大会 没有投票权的 那如果公司倒下的时候呢 就先还了给债权人先 跟着就到优先股 最后才到普通股的 OK? 那至于股息分派方面呢 普通股是不一定有股息的 优先股呢 就有一个固定的股息的 OK? 那普通股就不一定派息 优先股就定期会派息的 OK? 那你要了解这几样分别了 OK? 那除了刚才说的最基本的优先股之外 优先股呢 还有一些特别的分类 譬如一些可分红的优先股 就是当公司做的业绩做得很好的时候 优先股的股东呢 有权获得一些额外分派的股息 除了固定的股息以外 还有一个额外的股息 OK? 那可累积的优先股呢 就是代表 如果公司今年因为赚不到钱 未能够派息给优先股股股东的时候呢 那得到下来的剩下的日利呢 就会在下年 加上一次过派给你了 那就叫做可累积的优先股 OK? 那可转换优先股呢 顾名思义呢 就是说这些优先股呢 是有权在公司做得好的情况下呢 转为普通股的 OK? 即是说如果公司做得很好 业绩很理想 这些优先股就可以转为普通股了 OK? 那股本权证又是些什么呢? 股本权证其实是一种衍生工具来的 它是给一些上市公司发出去给公众的 卖给公众的 那卖了这种股本权证给公众之后呢 上市公司就有资金了 那所以如果上市公司卖股本权证呢 是可以为公司籌集到资金的 OK? 那这些认股权证呢 就是给这个认股权证的持有人呢 以一个特定的价钱 买入一些公司新的股票 OK? 刚才说过了 买入一些公司新的股票 那这些股本权证呢 就在联交所买卖的 是属于一种美式的权证来的 OK? 那只要它在到期前任何一日呢 你都可以用那个特定的价钱去行使 去买入那股股票的 OK? 那好了 刚才说完股本权证了 那其实股本权证又是叫Wallant 衍生权证又是叫Wallant 那它有什么不同呢? 那大家要知道 股本权证的发行人是那家上市公司 如果这个股本权证行使了之后 那家上市公司是会发一些新股 给这个股本权证的持有人的 OK? 而如果是一个衍生权证 它就不是那家公司发行 而是第三方发行的 一般来说呢 也都不会有一些实物的股票 会给那个衍生权证的持有人的了 也都不会有新股发行 所以能不能够帮那家上市公司 籌集到资金? 不能够了 因为为什么? 这个是第三方发行的 是一家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发行的 所以它纯粹是一个对赌工具 它不能够为公司籌集到资金 OK? 接下来我们讲讲可换股债券 其实可换股债券 就是一种债券和股票的混合体 可换股票据本身是一张债券 有利息给你的 OK? 如果那个债券的持有人 满足到一些特定的条件 或者它可以行使它的权利之后 它就可以将这一张债券 变成普通股 将债券变成普通股 变成普通股之后 这个债券就消失了 所以这种债券 有一种变成普通股的能力 所以它会叫做可换股票据 或者可换股债券 OK? 那公司的认股权是什么? 和认股权证有什么分别? 认股权和认股权证 基本上的分别只有两点 第一 这些认股权 不是认股权证 这些认股权是不在交易所买卖的 第二 这些认股权多数是分发给股员的 和认股权证一样 它们都是给持有人 可以一个特定的价钱 买入公司的新股 OK? 那什么是交易所买卖基金呢? 其实交易所买卖基金 就是一只基金 不过它在交易所买卖基金 那香港你会在哪个交易所 看到这些交易所买卖基金? 没错了 就是联交所 那这些在联交所买卖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最常见的例子是什么? 盈富基金 A50基金 那你透过买了这些基金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透过买基金 同时买到多只股份 因为这些基金下面有很多只股份 很多只债券 那你买了这一只交易所买卖基金之后 你就可以分散了你的投资 OK? 那买卖这些交易所买卖基金 有什么好处呢? 有很多市场你本身买不到的 例如日本或其他市场 你就可以透过这些交易所买卖基金 去买到 第二 投资者的风险也较小 他可以用一些较小的本金 就可以投资到股市了 另外他可以分散到他的风险 因为这些交易所买卖基金 通常都会买很多不同类型的资产在里面 而这些基金的市值 也会跟着基金的资产总值去变动 即是说这只基金值多少钱呢? 他们的基金在交易所买卖的价格 就会跟着他的资产正值去计算 OK? 如果这些基金 有时他们买了股票之后 都有股息收入 那会不会派回投资者呢? 其实也是会的 跟普通股票一样 都是会派回股息给投资者的 OK? 那什么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呢? 香港最出名的房地产投资信托 就是领会了 OK? 其实都是投资基金的一种 只不过这些投资信托 或者叫房地产投资信托 主要是投资在房地产的 那你投资完房地产之后 有很多租金收入的 这些租金收入 就会大部分给投资者了 那主要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给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者 都有机会可以有一些机会 可以投资到 间接地涉猎到这个房地产市场了 OK? 那什么叫结构性产品呢? 其实在这个考试里 结构性产品 你可以理解为衍生工具 或者地对土工具 OK?